音樂音樂 我們今天開始上課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Interrupt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是 它是我們在上基本功能裡面 Micro Processor 基本一定要教的功能裡面最難的 然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它在概念上還有架構上都比較複雜 然後會用到比較多的一些 很簡單很簡單的觀念 所以總之就是這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請大家就是要拿起精神 這個 Interrupt 上完之後 後面的就比較輕鬆了 它就是一些比較周邊的東西 那我們回到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講到今天是第三周 那我們在講說一個 Timer Based Interrupt Timer Based Interrupt的話 它其實架構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第一個禮拜 我們講的就是 Clock 除屏 我們什麼啊 頻率做除屏或備屏 讓它可以符合我們想要的頻率 然後這邊講的是 Timer 我們使用 Timer 然後用 Counter去計數 計算一個 Periodic 的 Waveform 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精確的評估時間的一個 Timer 那現在如果說 Timer 計時的時間計滿了 那我們想要不只是利用這個 Timer 然後去讀 Timer 的時間 然後做時間的精確顯示 而是我們想要更進一步的 叫 Micro Processor 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 Micro Processor 在這個時候 它是在進行一些 它原本程式在執行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們時間計滿了 我們要叫 Micro Processor 去額外 而且是我要打斷它 然後去做額外的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使用到 Interrupt 那 Interrupt 就是我們今天要上的部分 我們現在先講一些比較 概念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Exceptions 和 Interrupt 其實在一個 Processor 裡面 不論是電腦或者是我們的手機 對 其實我們都會 非常非常非常長的 會遇到 Interrupt 舉例來講 就是你現在在打作業 就是你在 好 比如說你現在熬夜在寫程式 然後寫寫寫的時候 這時候你第一個什麼 我在 Key In 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定要打字嗎 那打字的時候其實 它就是一個外來的訊號 然後呢 告訴電腦說 我要做什麼事情了 所以這是一個 User Input 好 那這時候 我同時的時候 我是不是我的螢幕 我要顯示我的那個 Word Document 或者是我寫程式的頁面 所以我要一個 Display 然後就是寫作業很無聊嘛 對不對 而且感覺很痛苦 所以要聽音樂 所以又要有 Music 然後呢 你打打打打一半的時候 可能就是同學或者是 朋友傳訊息來了 那這時候呢 就又會有另外一個訊號進來 所以就是你會有各式各樣的事情 同時在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那個電腦上面執行 甚至寫寫寫太無聊的時候 我那個 Word 放著 我開一下這個神魔之塔 對 我轉一下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 那個 Processor 的功能很強嘛 所以它基本上 一定是一個多工的狀態 那在多工的狀態下的話 一定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來搶資源 對不對 誰要先做 誰要後座 然後或者是說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有即時性 那我是不是 電腦一定要先 跳一個東西出來 比如說打打打打打一半的時候 我臉書就跳訊息出來 類似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 Processor 只有一顆 所以當我的一顆 Processor 它同時有很多東西 要跳進來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要怎麼選擇說 我要先執行誰 對 或者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程式怎麼執行的 是不是我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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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直往下執行 除非我在程式碼裡面寫說 好 我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我要去 call 一個 function 那它才會跳去執行另外一個 function 就是在我們現在所知的程式裡面 或者是一般的程式裡面 其實它沒有允許 就是即時性的意外事件 就是 exception 或者是 interlock 這樣子一個 中斷的事情發生的功能 對不對 沒有 你們想想看 你們學 MATLAB 學 C 都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這很明顯不符合我們現在的需求 因為現在就是要多工 那怎麼辦 所以在比較早的時代的話 就是我們會用一個叫 Polling Based and Sequential Programming 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Polling Based 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是反正我時間到了 而且其實我們有用過 我們在Mineful Processor前面的程式碼 因為我們有用過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去檢查一下 時間到了就去檢查一下 所以這個呢 我是可以寫在我程式碼裡面的 對不對 我就說好 我時間到了 反正我程式碼開始了嘛 然後時間到了 我檢查一下 process A 有沒有要做事 就是我們去檢查一下那個 pin 角 pin 角上面如果有訊號進來 然後我們就說 喔 有事情進來 我們要做 如果沒有訊號的話 就OK 那就不管就往下執行 然後再往下走之後 看 process B 有沒有事情要做 然後再來 process C 對 好 那所以呢 我每隔一段時間呢 我就去檢查一下 我 pin 角上面 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Polling 那你知道嗎 這Polling的話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 就是說明過嘛 Polling有個很大的缺點是什麼 浪費程式資源啊 對不對 我平常電腦的那個 計算的時間和計算的速度 遠快於我們人 或者是遠快於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有事沒事去給他 Pin一下 Pin一下 沒有什麼意義嘛 所以呢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 我們不要就是 有事沒事 或者是說我們就是固定的 去檢查我們的 pin 角 是發生什麼事情 而是我們使用一些功能 好 就是我們使用 interrupt 的功能 然後呢 反正我不管你 我程式碼開始了之後呢 Initialize 之後啦 我就開始執行 所以我就自己做我的事情 但是我額外的設定好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額外設定好這樣的功能 當呢 我預設好的這個 event 就是這個 exception 的 event 發生的時候 這個例外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就是我一些地方會被觸發 然後呢 我就跑來執行 這些就是預設好的 要執行的功能 那平常這些 exception 的 event 它沒有觸發的時候呢 我就是照舊去執行我原本的 就是我原本寫在 main function 裡面的功能 這樣子 所以呢 interrupt 你要是去看程式碼 你們在 main function 裡面喔 是看不到 interrupt 的執行的那個 function 能的 不論是 timer 的 interrupt 或者是那個 outside 的 就是 esti 的 interrupt 的執行 function 你們是看不到的 因為你們不需要在 main function 裡面去 去 call 這個 function 這是 interrupt 的用處 我這樣聽聽就知道 欸 其實很重要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多工啊 所以我打打打 我做事實上一定會有事情進來 所以 interrupt 在多工的一個環境裡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不會用到這麼複雜啦 就是但是 因為我們大概在我們練習裡面 大概就是頂多一兩個兩三個 interrupt 同時發生 然後同時出去搶資源 其實也很多了 也很手忙腳亂的 那這是一個 combine 的方式 就是我們有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情況下是 我先去跑 然後呢我就是 polling 每次呢就是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檢查一下 但是呢如果還是有一些 額外的功能的時候 比如說跑 air 的時候 會有一些額外需要做事情的時候 那我再去做這個 interrupt 的設定 那這個額外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來做 那如果沒有額外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 polling的方式去檢查一些 比較有可能 或者是我就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樣 所以這是 polling啊 還有那個 interrupt 的差異 然後呢再來就是這些在定義啊 那 exception 是什麼呢 就是 events that cause changes in program flow control 然後呢 outside a normal code sequence 有沒有 outside a normal code sequence 所以就像是我剛才講的 你在 main function 裡面 你要是去看我們今天的辦理程式 就是你在 main function 裡面其實你看不到 那一個 interrupt 的 function 因為它就是一個 outside the normal code sequence 就是可是你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呢當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是會跳出去執行它的這樣 然後 然後 the program that is currently is suspended 喔好 這我沒講一下 就是當它發生的時候呢 那程式會做什麼事情 程式會 currently executing is suspended and a piece of code associated with the event 什麼意思 這其實你想像一下就知道啦 我作業打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 Facebook 的 Messenger 跳出來 這個時候是不是其實你的作業 你會就是你就放著了 我會先去回一下對不對 好 可能同學比較認真 我到後我就會去回一下 我就會去回一下 欸欸 事情 看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其實我們人腦也是一樣啊 我當這個 exception發生的時候 exception event 發生的時候 我打作業的這個 process 我就停了 我會先跳去回 Facebook 的訊息啊 對 所以其實概念上是一樣的 程式也是一樣的 當 Interrupt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原本正在執行的程式 我會先停下來 我會先去執行 Interrupt 的設定你要做的事情啊 那接下來有一個就是 The events could either be external or internal Internal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練習的 上兩週在講的 Internal 就是那個啦 Processor 內部啊 所以基本上 internal 指的就是 timer 對不對 我計數時間到了 這是一個內部的一個 timer 計數時間到的時候呢 我這個事件 這個 event 就發生了 好 那我可能就要 Co-interrupt 做一些事情 那 external 的話呢 External 的話基本上 我們今天練習的話 它會來自那個 PIN 角 那 PIN 角上面 你要給它什麼訊號 這個當然就是 我們可以去接的嘛 對不對 我們如果接一個溫度感測器 它可能就變成一個 溫度的 external signal 那如果我們接 Button 的話 我就是按下去 這個 external interrupt 它就進來了 所以這是 External 是 PIN 角的 Internal 就是那個 timer 的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有一個就是 如果是 external source 就是 PIN 角上面的話 那我們叫它叫做 就是 Interrupt or Interrupt Request 叫做 IRQ 所以你在後面 你會看到就是 就是你 Interrupt 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去 code 那個執行的 function 我們叫它叫做 IRQ Handler 就是 IRQ 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一樣啦 就是我們所有的功能 你要執行的時候 你都要先 enable 它 就是你把 Clock 接上去 然後讓它可以跑 對 這是基本的 對 然後再來是 你要設定那個優先序 對 那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例子 程式檔啊 打到一半 然後 Facebook Messenger 進來了 然後或者是開始聽音樂了 這時候你會有各式各樣的優先序 好 然後這時候 女朋友的電話來了 哪一個優先序最高 女朋友的電話優先序最高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是優先序高的要先執行 對 而且呢 不能夠被優先序低的中斷 對 我想大家應該很理解 就是你不能夠 你沒有電話不能不接嘛 對不對 那可能作業就放後面了嘛 所以一定會先把 那個 Priority 就是優先序 優先序高的程式處理完 對 就是程式嘛 執行完了之後 你才能夠回來執行優先序低的 所以這時候優先序低的Program 它就會先被放著 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會被Suspended 然後這個我們剛才也講過 就是內部的Timer 就是我們的Internal Interrupt 然後呢 外部就是Verify 就是那些PIN角 是我們的External Interrupt的訊號源這樣 好 那你說 那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我程式執行執行到一半 我執行得好好的 然後我就被打斷了 我就被打斷了 然後呢 跳去一個不知道哪裡的地方 然後呢 執行一個 不論是Internal 或是External 的Interrupt Function 就是我程式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程式要怎麼樣子 我怎麼接得上 我程式怎麼接得上 對 那 它就是會接得上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會有一些 Vector Table 然後呢 去儲存你原本執行到哪裡 所以 你大概看到 就是 如果我們就是有一個 Interrupt Function 被扣的時候 其實 interrupt這個 方便 我們沒有看到它寫 但是它會寫 就是這樣 所以它會寫什麼呢 它會在 interrupt Function的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它會存一個 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這個位置存的是 我原本的程式 man function 執行執行執行 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interrupt進來了 那我這個interrupt 它的最後一行 你看不到最後一行 它會去儲存原本的程式的 程式碼的位置 那這是不是很合理 就是old SP 就是當我 我程式啪啪啪啪執行到這邊 我跳過來 執行interrupt的時候 我啪啪啪執行完的時候呢 我的interrupt最後一行呢 我會再指回這裡 然後你就說 欸好 那我就可以再往下執行 這樣 所以你就不會漏掉啊 不然我interrupt執行完了 我就不知道說 那我接下來要執行哪一行 我不知道 所以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算它這是一個Vector 好 那這個叫做 The Link Register 所以這個register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暫存器啊 這跟大家講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我interrupt的方式 執行完了之後 它不會就就此迷失 它會回到原本的地方 原因是這樣 因為它有一個link register 那是R14 然後呢 當我call了interrupt的時候 我原本的程式碼的 被中斷那個地方的位置 我會被存在這個R14裡面 所以當我這邊 而且R14會放在最後面 所以當我這個執行完的時候 我會再跳回去原本的地方 然後再往下執行 這樣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剛才講的都是 只有一個嘛 就是只有一個中斷嘛 所以像是 我主程式執行到這邊的時候 我要是被中斷了 我會把這邊的位置存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先跑來執行這邊 執行…執行完了 到這邊的時候 我最後一行 我又找回來嘛 我藉由這個位置 我再找回來 然後呢 我再往下繼續執行 確保說我的程式的執行的 那個順序 或者是那個流程 是沒有…就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繼續往下執行下去了 然後呢 我在… 如果只有一個中斷函數的時候 其實還滿簡單的嘛 就是…反正我就是被打斷了 然後呢 往下執行 執行完了回來 就是繼續執行 結束這樣子 所以…就還滿容易的 對…那… 唯一的差別在哪裡 唯一的差別在於 唯一的差別在於 我這個是man function 我在man function裡面 我們以往啊 大家同學學到的就是 我會… 我會怎麼樣 我會call function 我call function 而且呢 這個… 我這個call function 我會先定義好 對不對 我會在.c檔裡面 還有.h檔裡面 先定義好 讓他們印象 我們之前寫了各式各樣的 function button.c 然後… timer.c 對不對 這些 function們 我們都先定義得好好的 而且還寫在header function裡面 告訴 compiler說 我有這個 function 對 所以沒有問題 請讓我過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在man function使用的時候 我會寫在裡面 對不對 我寫在裡面說 我要用你了 所以我就call function 對不對 我們非常非常常做這件事情 call function 執行完了之後 然後再往下做 對不對 那… 這個地方interrupt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他去執行這個 function的時機 不是在於我這邊call function 這很重要 就是我在這邊 不是我在這邊call function的時候 就是不是我把 function 認顯出來 然後我丟輸入紙進去的時候 不是 是有中斷輸入發生的時候 所以主程式其實你… again 你的主程式你看不到你去call interrupt function的 你只會看到我們在主程式裡面 去設定interrupt function 不會看到你去call interrupt function 所以主程式跑跑跑跑跑 當interrupt event發生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的去call 那一個interrupt function 那…如果是 internal的… timer的interrupt function的話 他就是叫做 system tick handler 如果是external的話 他叫做 exti IRQ handler 這個名稱是固定的 好 就是在ARM裡面啊 他是幫你固定好的 反正這個…這個其實 有一點點奇怪 所以反正我會一直講 我會一直重複講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大家會慢慢 好像接受了 然後OK會用了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再回來齁 所以這是只有一個 interrupt function的時候 好那…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很難啊 對不對 其實我手機玩一玩 我同時至少有 三四個程式在run啊 對不對 所以當我現在 我有兩個以上的中斷的時候 兩個以上的中斷的時候 怎麼辦 對啊就是 作業打到一半 然後同學的message來了 然後呢 同學message回到一半 女朋友的電話來了 好那這時候 優先順序 就會有一個差別嘛 就是我們會有 高優先序 就是high priority 或者是低優先序的分別 而且 因為優先序高的 我們一定得先處理啊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呢 我這邊的情況是 我作業打到一半的時候 我man function 執行到一半 作業打到一半 然後呢 女朋友電話打來 這個時候 因為主程式嘛 這是主程式 所以呢 主程式 我之前認真是好 就是一個interrupt function進來 女朋友電話打來 好所以這時候呢 我會先執行它 那我在跟女朋友講電話的過程中 同學丟messenger過來了 這時候呢 因為同學的messenger是 比較不重要的 次優先 因為女朋友的電話是最優先 那次優先的東西 你會怎麼做 放著嘛 對不對 電話講完再來執行啊 所以我就會 好 執行執行執行 執行到我電話講完了 回到我的主程式 然後呢 我再轉圖來看我的messenger 好messenger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來回 打球啦 好你帶球 好 那這時候呢 回完了之後 約好時間之後 再回來 然後再回來繼續執行我主程式 就是再回來繼續寫我的作業 這其實還蠻容易的 就是因為反正我的中段函數就是 最優先的先進來嘛 那 最優先的先進來 那他又是最優先的 所以我就先處理他 好沒有問題 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呢 如果是 就是我作業寫到一半 我messenger先進來 我處理到一半 我處理到一半 然後呢 就是你沒有電話進來了 那這時候他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會先 就是你會變成怎麼樣子 你會就是 我messenger的訊息 回到一半的時候 電話進來嘛 這時候怎麼樣 一定是 同學訊息放一邊嘛 對不對 我先接電話再說 所以這時候他會怎麼樣 當我訊息回到一半的時候 打球啊 好那個就是電話進來了 所以呢 就先接電話 所以他會先放下 原本的中段函數 因為他原本中段函數的優先序 比較低 先去執行最優先的 interrupt function 然後呢 電話講講講 我先把這東西執行完了 然後呢放回來 好然後你當球 執行完了 回來 然後呢再回到主程式 對不對就是好 電話講完了 然後再回來做回訊息 然後再回來寫作業 這樣子 所以最優先還有次優先 就是這時候你一定是要先把 最優先的東西執行完嘛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很重要 為什麼 比如說像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開車的時候 然後如果說突然發生車禍了 那我可能就會 最優先的事情 事情是什麼 我一定是先開安全氣囊嘛 所以呢你一定是要 最優先的這個中段 開氣囊這個中段 你要高於其他的中段 然後呢就是 我就先開氣囊 其他的事情都先不管 類似這樣子 所以優先序這個東西 就是很重要 那其實你是可以設定的 但是一般來講就是 不要給自己找麻煩啊 你就把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之後會給大家 一個優先序的table 然後呢你覺得他比較重要的 你就把它放在優先序 比較高的方向裡面 你就不用再去設定他 然後把自己搞得很亂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這個就是如果啊 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資料大家會是怎樣 那如果我作業寫到一半的時候 有訊息進來 這個時候呢 對於CPU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嘛 我們的Register其實很有限 那當我們要執行 就是這個程式的計算的時候 或是 反正就是這個運算的時候 那我們的那個 Register有限的話 那我們不可能保留 原本正在執行的東西 然後呢同時去做 我們rent-up的東西 所以他會怎麼做 他誒哎,我執行執行 had-up man program只是執行到 還interrupt進來的時候 那我做一個staking的動作 staking是什麼呢 我會把我的那些 那個register裡面的 的就是執行中的資料啊 我會先傷 dotção 先堆疊到 memory的某處 然後呢 堆疊完了之後呢 我再去load 我的 exception handler 就是我們的interrupt function 就是我們exception handler 再把這個exception handler interrupt function需要讀的資料 讀進來 然後執行執行執行 執行完了之後呢 我再把這個的資料放回去 然後再從我們剛才 存在某處的memory 再把那些資料 再讀回register裡面 然後還有再加上 我們剛才的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記得之前執行的位置 我們再把它讀進來 指向我們接下來需要執行的地方 然後再回去 繼續執行我們的main program 這樣子 所以在程式執行上是那樣 然後在記憶體的執行上面 會是這樣子 我得先把記憶體放在某一處 再來執行 然後再來這個是 就是如果有兩個interrupt route發生了 這樣子的時候 那如果interrupt的A先與B發生的話 那我們會先執行A然後執行B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 我把資料 stack 就是原本執行中的資料 丟到那個memory裡面之後 然後我再把A的資料讀進來 然後開始執行 那個exception handler 就是interrupt function 執行完了之後 再把A的資料放好 然後再把B的讀進來 執行B的 然後再來 全部都放回去 都放好 然後再重新讀取 那個main function的 然後再執行 這樣子 所以這是兩個 兩個interrupt進來 然後我要去處理它的時候 所以你會看到 interrupt occur interrupt occur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stacking了 然後開始執行 然後我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我這個B的interrupt occur了 所以呢 可是反正我就A先執行了嘛 所以呢 我就等等等等 A執行完之後呢 我再去做這個記憶體的堆疊和轉換 然後來執行B 執行完了之後 在記憶體堆疊和轉換 回來執行main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例子 我先執行interrupt A 雖然先發生了 但是呢 我B的優先序比較高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一定是 我一定要先執行B嘛 對不對 就是你朋友電話進來了 要先接 接完之後 再回訊息 然後呢 再把資料處理完之後 再丟回去 再做處理 所以這時候 是不是就很麻煩 就很麻煩嘛 我們剛才講了 我資料的stacking 我已經 就是我已經做了資料堆疊 我堆到一半的時候 誒B進來了 我怎麼辦 這時候 他會做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 我main program 執行到一半 A interrupt進來了 好那 照我原本的程序 我要先把 main function的資料 先stack 到memory的某處 然後呢 我要load A的資料進來 進我的那個register裡面 然後呢 我要執行A嘛 可是當我堆疊到一半 load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B進來了 B進來了 好這時候怎麼辦 B的優先序比較高啊 我A A堆疊到一半的時候 B進來了 那我就要把 B的資料 讀進來 然後A再堆進某處 執行完B之後 然後呢 再把B的資料放回去 再把A load進來 執行完A之後 再把A的資料放回去 然後去執行man function這樣子 好 那你看喔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做資料的堆疊 還有資料的讀取 可是這件事情是 其實就是有點浪費嘛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 它沒有真的在執行你的program 可是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 才有辦法讓你的 程式順暢的運行啊 但是這個多少會影響到你的 那個程式的運算的速度啊 那這其實是不是跟我們人的大腦 其實蠻像的 對不對 當作業寫到一半的時候 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開心的寫完作業這樣最好嘛 可是如果說 我寫作業小一半的時候 各式各樣的interrupt進來了 那是不是就會造成 我的執行上面 就是我大腦執行 就是我的工作效率不太好 所以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啊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會盡量避開 各式各樣interrupt 比如躲到圖書館 或者是躲到哪裡去 然後呢 盡量不要讓外來的干擾事件 讓外來的干擾事件去打斷你 然後呢 造成你就是要去額外的處理這種 資料堆疊的狀況 就可以那個 不要專心啦 所以其實 人的大腦的處理方式 跟Processor的處理方式 是一樣的嘛 好 那現在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跟大家講 就是如何干擾學霸念書啊 那學霸念書的時候 其實跟人一樣嘛 對不對 就是他一定是躲起來要專心念嘛 那所以這時候 你只要發現某個學霸他消失了 一定就是找一個專心的地方 就是念書了 這時候你怎麼做 send interrupt 對不對 你只要在學霸念書的時候 send interrupt 去干擾他 然後呢 每次我看他消失你就丟他訊息 或者是打電話給他 那他就要開始做這個 staking的動作 然後他的記憶體就會被中斷 然後開始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干擾完他之後呢 在那個 他就要 他處理完事情之後 要再把記憶體和資料 就是放回去再讀進來 這時候呢 他就會額外的消耗這些功 所以他的讀書效益就下降了 所以這就是可以干擾學霸念書的方法 跟我們降低Processor 處理的 performance的方法是一樣的 所以呢 剛才跟大家介紹的 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總共在man function裡面啊 就是他優先序的執行 還有就是我們 記憶體的處理的方式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硬體的架構 這個是我們的Processor Cortex MCDA的Processor 所以呢大腦在這邊 處理事情在這邊 然後呢 Internal Interrupt在這邊 就是Timer嘛 Timer Internal Interrupt 然後呢 這個是Variable Interrupt Variable Interrupt 就是External External Interrupt 然後呢 Interrupt進來之後呢 你看IRQ 就是那個Interrupt Quest 這Interrupt進來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叫NVIC的東西 來處理這些Interrupt 然後呢來告訴說 有沒有Exception進來了 告訴這個man function 所以其實這東西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講的 代理人 又有點像了 對不對 之前我們講 代理人的時候 Agent的時候 我們是在哪裡講的 在七段嘛 對不對 我們在七段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 Max 7219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我幹嘛做這麼麻煩的事情 我就直接 教一個人做就好啦 我就買一個晶片嘛 然後我不要讓我的那個 Cortex Arm M4 消耗這麼重要 這麼貴重的計算資源嘛 所以我就買一塊晶片 Max 7219 然後把我指令丟給Max 7219 所有的七段的輸出的指令 我都丟給他做 我只要告訴你說 我想要顯示什麼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是輸出的Agent 代理人 那輸入的話其實也是一樣啊 我幹嘛浪費我的寶貴的 這個Processor的資源 就是這個M Processor的資源 去有事沒事就在那邊聽說 你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 我不要這樣子啊 那我就丟一個代理人啊 然後你這個代理人就是 幫我去聽 幫我去Lesson說 我那個Verify 就是我外面的PIN角 External Interrupt有沒有進來 或者是我的那個System Internal Timer的Interrupt有沒有進來 你就聽嘛 然後當我有這件事情發生 或者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好你處理一下 告訴我先做誰 而且你要先幫我分好優先序喔 優先序你也要先幫我分好 所以不要不重要的事情先丟進來 要先丟重要的事情進來 然後我先處理 這樣 所以這個MVIC的這個代理人 他其實也很重要 他可以減輕我們的這個M4的大腦的負擔 好到這邊為止 我們剛才講的都是 就是很概念的東西啊 就是Interrupt在幹什麼啊 然後優先序 就是優先的話 就是要先怎麼執行 然後還有就是記憶體的搬運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去操作他們啊 操作這個Internal 就是內部的Interrupt 就是Timer嘛 System Tick Timer的Interrupt 或者是External的Interrupt 那就是外部的訊號員 外部的訊號員 好那現在我們看喔 我們先看內部計時的 因為內部計時的 其實就接上我們前面兩週講的東西啊 就是Timer嘛 Timer的Interrupt 所以我們先介紹 內部計時的Timer 就是System Tick Timer的Interrupt 這個東西啊 那我們稍微 稍微回想一下 或稍微複習一下 之前講的 內部計時的Timer 它大概需要什麼東西 第一個Load嘛 對不對 Load很重要 叫AR 然後 Clock Count的話 它就是 我們上回要一個Counter 我們要Enable它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Enable它 所以待會我們會需要自己的Register 還有Blag 就是 如果Interrupt有的時候 你要去設定它嘛 所以呢 就是 這個圖啊 這個圖應該很眼熟了啦 那我們看一下喔 Clock啊 然後 Prescaler啊 這個啊 這個啊 AR啊 CNT啊 這幾個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做Timer的時候 大家都設定過 好 那到了Interrupt的時候 到了Timer Interrupt 就是我們Internal Interrupt function的時候呢 它其實 需要的東西其實 差不多 差不多 大同小異 對 那我們會需要什麼呢 我們一定需要Clock Source 對不對 我們需要Clock啊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Clock Source的選擇 我們要選擇Clock Source 然後呢 我們一定需要AR嘛 因為我要知道說 我要算幾下嘛 算幾下決定我時間計時多久嘛 所以我一定需要一個AR 那 但是這個AR在這個 System Tick Timer裡面呢 它叫做System Tick Load 功能一樣 但它名字叫做System Tick Load 然後呢 那Tick Initial嘛 就是 開始了 然後呢 Count Enable Count Enable 然後 算滿了 要有一個Count Flag Count Flag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算滿了 所以你要有一個地方設為1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但是 我們其實沒有用到 對不對 在之前兩週的練習裡面 其實 我們沒有用到Count Flag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用到 因為 當我們算滿了之後 我們要把Count Flag 這個bit 設成1 Count Flag 設成1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 就是我interrupt的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所以 interrupt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我就要去執行 我的中斷的函數 然後呢 同時我要打斷我的 man function 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的 這個Timer的interrupt裡面呢 那Count Flag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就是去打斷它的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那Count這件事情 它很重要 但是我們不用到嘛 因為這電腦自己就會設定了 它會給你一個Counter 叫做Cuthentic的VAL 去做這個Counter的事情 這樣子 技術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 那個Timer Interrupt裡面呢 你要讓它執行 當然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 你要讓它基本的執行的話 你要設定四個值啊 Claxse Counter的Enable TickInitial 還有這個 CenticLoad 然後呢 讀的話 因為 基本上我們是去讀它嘛 我們沒事不會去寫動它 除非就是 我要重新計算的時候 我才會去寫它嘛 所以就是 我們要讀Counter Flag這個值 然後我們要寫這四個值 這樣子 所以要有設定四個值 然後讀取一個值 那我們就可以來執行這個 Timer的interrupt 好 所以呢 這些呢就是 剛才用圖跟大家介紹的 大家可以對照我看 所以 你要使用到的Register 或者是Bit 就是這些 那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 Enable 你要讀取 Reload的值 然後 EnableCounter 然後 開始Countdown 這個是 SystemTickControl裡面的 Enable 然後呢 TickInitial 這很重要喔 是否要產生SystemTick的Exception 所以就是 我如果不設定它的話 其實我就沒有 TimerInterrupt嘛 然後呢 Claxse 就是我看我要選哪一個Clocker 來源當作是我的 Periodic的那個Waveform 然後呢 Conflag Conflag就是設定嘛 我剛才講的就是 我時間算到的時候 我要把它設成1 然後去執行這個interrupt exception 然後那SystemTickLow的 就是技術值 那就是我們的AR 對 就是AR 我們發現說 其實是不是和我們那個 Timer會用到Register 其實大同小異啊 對 大同小異 就是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跟我們之前學的 其實滿像的 這個的話基本上大家都要執行 就是你要讓它RUN 你要執行它 不然它不會動嘛 所以這個就沒有寫 大同小異 所以 技術值 我們是要什麼 SystemTickLow的 然後呢 我們儲品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在Clock做儲品 然後呢 技術器的值 這個其實也沒有啦 但是它有嘛 SystemTickBAL 但是我們不會用到 就是我們程式裡面不會用到 但是Counter一定會用到 好 只有一個地方 稍微又比較特別一點 你會發現我們沒有重設 對不對 我們沒有重設 在這裡面 就是我們沒有EGR 我們沒有EGR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有喔 我們其實有喔 它在Enable裡面 reload的那個值 然後呢CounterEnable 所以它等於是 它等於是EGR 還有這個CounterEnable 它把它弄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這個Enable 有點疑問的話 沒關係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你就會了解 就是 這個是Register Register的解釋圖 所以你看到對不對 我們要Enable Enable 這是什麼 reload的值 而且呢Counter開始計算 TickInitial 就是我要把它設成一個 反正就是 它會有一個 interrupt的事件發生 我們要設成要 然後呢Claxo 什麼我要選 然後這個就是我數滿了 我數滿的話 那就是我要把那個flag 設為1 這樣子 好所以 帶大家看一次 Return1 if timer count to 0 since the last time this is read 對就是 對啊 因為我們這是countdown 我們這是countdown的 所以就是 我從我的CtickLoad 就是我的計數值 對 數到0的時候呢 那我就把它設成1這樣子 好 然後Claxo就是我要選 選我的Claxo TickInitial 就是 System TickException Request Enable 所以如果呢 我設成1的話 TickInitial設成1的話 表示說 countdown to 0的時候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從那個 ARR 就是我從計數值是countdown 對 然後來 就是 assert的System TickException Request 就是 它會有一個 Exception Request 就是Interrupt 這樣子 那如果設成0的話 那就是 does not assert的System TickException Request 就是設成0的話 就沒有 就沒有這個 Exception的Request 這樣子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Interrupt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比較長一點 可是 我們也不用看那麼長 你就看這邊就好了 這個 when enable is set to 1 the counter loads the reload value 這個就是我們ARR from the load register and then counts down countdown 所以 我們回頭想一想 我們之前在做那個 timer的時候 它是不是 同時包含了EGR要做的事情 還有 那個CR1的那個 count countstart的事情 我們複習一下 EGR就是要去load它 重置啊 load啊 然後呢 counter enable啊 所以它就是同時做這兩件事情 反正就是 你大概 有點那個 這邊其實又在講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 我們重複講重複講 然後大家就好像比較知道 counter flag嘛 設的 然後claxos選擇 tick initial 是不是設定 interrupt enable 重置 然後開始算 好 System Tick load 這一定要設 因為我就是要說 我要算幾下 設System Tick load在這邊 那System Tick load的話 就 就是ARR值啊 就是我們的技術值 所以你看你要 你要算多少下 你就是給它這樣子 然後 這個地方 你發現它 欸 還蠻長的 對不對 還蠻長的 你從 從0到 23 總有24個bit 所以你可以算很多的值 就是你可以算的那個 技術的值可以非常的大 然後這個其實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了 你要減1 減1 就是你的技術值要減1 那原因就是 我們之前講的 它會先算下一個之後 再開始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Timer 就是我們今天練習的 Lab 會用到的register 介紹完了 介紹完了 然後 所以其實 滿簡單的嘛 四個而已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會使用四個register 我們就可以做Timer了 Timer的interrupt 對不對 很簡單啊 所以不用擔心 這不難 那它比較重要的觀念 會是在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中段 的優先序 然後還有就是 你在中段的時候 我的程式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只是做應用而已 我們不需要去了解說 它深入了解它背後做什麼 所以我們了解說 優先序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了解說 怎麼樣在程式裡面去寫它 然後讓它會動 就夠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看 我們在SystemTickHandler 我們程式裡面怎麼使用它 那 ExceptionHandler的話 就是 在man執行的時候 反正Handler我就是會去檢查它 然後 成立的時候 就是它就會去 去執行 interrupt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這是SystemTickHandler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function 就是再講一次 man function裡面 你不會看到它 man function裡面看不到它 但是你當然你要先定義好 不然你interrupt發生了 它也不會去執行 或者是它執行 它也做不了什麼事情 所以 你還是要定義好它 只是你man function 不用call 這就看一看而已 這是UIF UIF就是 UIE就是 要不要update interrupt 然後UIF就是 那個flag 這樣 這個我們 那個上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有介紹過 好那這邊就是UIE update interrupt disable 就是我UIF 我連update都不給你update enable的話就是 我UIF可以update 這樣 這我們之前都介紹過了 好 我們今天會介紹兩個lab 而且稍微都有一點點難 所以 大家打起精神來 不要害怕 我們這個 第一個lab1就是範例程式 所以 跑一跑就OK了 我剛才大概把 觀念講完了 然後呢 我也把 register 介紹完了 請大家練習一下 lab6.1 執行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 這個 綠色的LED在閃爍 綠色LED在閃爍 然後呢 我 按一下按鍵 它就會 關掉 再按一下 它要繼續跑 好那按一下按鍵 這件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綠色的閃爍啊 它是精確的 它是精確的 0.5秒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 我們在執行程式的時候呢 我們會啟動一個 Timer的計時 而且會設定好 interrupt 每次計時到 0.5秒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 Timer Interrupt function 會去被call 然後呢 去做這個 LED的關 或者是開這樣子 反正這次做關 下一次就做開 每經過0.5秒 我就call一次 Timer Interrupt function 做一次開關 所以呢 我就可以執行一個 精確的 0.5秒的 LED的閃爍 這樣子 OK 我們繼續上課 好那相信大家 剛才稍微 做了一下 你就會發現 其實看起來還蠻簡單的嘛 實際上也蠻簡單的 就不要怕 它其實蠻簡單的 只是概念上 可能對大家來講 是比較新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呢 periodic的去call 那個 LED的設定 然後把LED 射亮暗亮暗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什麼呢 我們 最重要 這個Lab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去設定一個 System Tic Interrupt 的Function 那 這個東西叫做 System Tic Handle 當然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 設定好 然後這個計時 這個Timer 的Interrupt 它就是每經過0.5秒 我就 就是我就做一次這樣子 然後 做一次就中暗發聲 中暗發聲就是讓LED閃爍 對 然後呢 額外加一個就是 我加上這個User Button 按下去的時候 那它會 停 或者是開 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 可以告訴大家怎麼做 當然你自己要用其他方式做 也完全不會有問題 那 System Tic Clock Source 是 10MHz 好 那我們的 System Clock的 Frequency 設定我們學過嘛 對不對 我們學過說 這個10MHz 要怎麼設定的 然後 System Tic Timer 每0.5秒 interrupt一次 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的那個 AR 技術值 或者是我們的System Tic Load 要設多少 這樣子 然後用MVIC的操作 好 那 MAN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先講 PIN角設定嘛 然後MAN function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 System Tic Handler function 好 那這是PIN角的設定 然後 GPL A5 GPL A5是LED 然後 C13 C13是Button 然後因為我們要處理 那個小數點 所以 我們有扣一個FPU 這邊為止都很和平 其實這個MAN function 你要是開那個 你的程式 開你的STM的那個IDE 你會發現說這個 整個的MAN function 其實就蠻簡單的 然後 最重要的 function 就只有一個 他扣了這個 System Clock Configured Interrupt 而且呢 他這邊呢 他丟了什麼進去 他丟了 這個是我的Frequency 然後呢 這個是我的 技術值 就是System Load 這個值 就這樣 我先解釋一下 他在這裡面呢 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他去設定 我的System Clock的Frequency 是10MHz System Clock的Frequency的設定 我們上上禮拜有教過 對不對 忘記的話 作業寫完就會記得了 然後再來呢 是他除了設定完 我們的Clock之後 我們同時 在這個 function裡面啊 他還去設定了 Timer Interrupt System Timer Interrupt 然後呢 就等於是這個跑完之後 他就Ready 然後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這樣 好 然後剩下的就是 按按鍵這件事情啦 那按按鍵這件事情的話 這就是Debounce嘛 Debounce的設定 確保說我按鍵是 有正確的被偵測到的 所以這個就 不再多做說明啊 因為之前都講過很多次了 你看喔 這是Wire 反正我就call一個Wire的方學 那這個Wire的方學在幹嘛 Debounce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比較留意的是 你看這個Read,GPIO,Button,GPIO,ButtonPin 它是等於等於0啊 所以表示說我讀的時候它是讀0 讀0是什麼 放開啊 對不對 0是放開啊 讀0是放開這樣 所以它這邊讀0喔 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我剛才是0 所以剛才是按下去啦 剛才是按下去 然後呢現在放開 因為它如果是0的話 它會把它設成1啦 就是如果是0的話 就是count是0 000它會加嘛 那count的大於隨隨便 然後就是它放開很多的話 那就是它會把它設成1啊 所以如果是0的話 表示它剛才是按下去的 是這樣 它的邏輯有點反過來 然後呢 所以剛才是按下去的話 那我的Less-Balance-State是0 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 我剛才是按下去 然後呢我現在放開 這樣子 剛才按下去現在放開 那就表示什麼 是一個這樣子的動作嘛 我按下去又放開 這個瞬間嘛 這個瞬間 Positive Edge的這個瞬間 那它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按鍵按下去 我放開那個瞬間 它就停止閃爍 按下去放開那個瞬間 它就開始閃爍這樣 我們看一下喔 那System Tick Control 它是什麼 然後System Tick Control Enable Position 又是什麼 好那 我們先看這邊 System Tick Control Enable Position 幫大家找好了 它在這個裡面 然後呢 System Tick Control Enable Position 它就是0 所以呢 1 Shift 0 是什麼 就是1嘛 對不對 就是1 然後呢 System Tick Control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不是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這一個 然後呢 我現在 System Tick Control 或等於 或等於 1 就是 或等於 0001啦 或是0001 對不對 好那表示什麼 表示 我 這個bit 因為是0001嘛 所以我只有這個bit 在作用嘛 所以 或等於 或等於 1 好那我們 我們知道 或等於是什麼 或等於 或等於 其實有點難記 但是基本上就是 如果它不一樣的時候是1啦 然後一樣的時候是0這樣子 所以如果呢 它是 1的時候 就是這個 這裡面原本是1的時候 那它是1它就變成0 如果它這邊是0的時候 它這邊是1 那它就會變成1 就是 或等於 或等於是什麼 或等於就是 一樣的時候是0 然後 不一樣的時候是1 所以如果 因為我這邊就是1嘛 對不對 我這邊就是1 然後它的值在這邊就是 大家可以去查 反正我這邊 我修了出來 它就是1 然後呢 如果 我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Enable的那個值啊 是1的時候 是1的時候 那1或等於1 它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得到0 會得到0 所以1 或等於這邊好了 寫在這邊 1或等於1 我會得到0 然後呢 我0 或等於1的時候 我會得到 因為0和1它不一樣 所以我會得到1 或等於邏輯這樣子 那所以 我這邊就是1嘛 這邊就是1 這不會變 我這邊就是1 如果是1的話 我就是1或等於1 我就得到0 所以我就把它寫回來 它就變成0 我如果這邊是0的話 0或等於1 0或等於1 因為它不一樣 我就會得到1 然後就把它寫回來 所以 它這做什麼事情很簡單啊 就是它如果是1的話 跟1或等於它就變成0 它如果是0的話 它或等於1 它就變成1 所以其實它就是10 10在變換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也就是說 我每次偵測到我按鍵 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把它從1 射成0 或者是把它從0 射成1 這樣 就是做一次 Flip這樣 好 那當我們的Enable啊 就是從0 變成1 因為1我們知道嘛 1就是Enable Enable就是 Enable就是什麼 是不是我重置計數值 然後 我開始Counter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繼續算 它就可以繼續算 繼續執行這樣子 那如果呢 從1射成0的時候 1射成0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的這個 Timer Interrupt 裡面的這個Timer Disable嘛 它就不會動 所以它就停止閃爍 再按一次它又閃爍 這樣子 這個地方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也會看到 我們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停了 再按一下它又繼續閃 這樣 這邊就是那個嘛 就是Check ButtonState的 其他的那個 這我們也都很熟了 然後 Wile 1 空迴圈一直跑 然後 Return 0了 結束了 我們Main function就講完了 你看有沒有 簡單明瞭 但是 而且裡面 絕大部分的東西 我們都交過了對不對 只有一個地方沒有講 只有這行沒有講嘛 對齁 其他都交過了 真的真的前後都交過了 好所以其實 我們就知道 最重要的地方在這邊嘛 最重要的地方在這邊 然後呢 它這行做的事情就是 我 我設定我的那個 System Clock的 Frequency 還有就是 我去做 Timer Interrupt 這個 function的 Initialization 所以這行是最 這個 function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重點介紹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 function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很簡單 1 2 3 4 5 5行就結束了 5行就搞定了 然後我們這個Lab就結束了 有沒有 愉快 System Clock Config 這個我想 同學應該有印象啦 所以還沒有做我知道 但是 這個我們是不是 上個禮拜跟大家介紹的 System Clock Config 就是第一個 你丟進去這個值 丟進去就是 就是把我們的 System Clock設成 幾個MHz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我們上 上禮拜介紹過的 所以我就 不再說了 反正我們這邊 我Speed丟10進來嘛 剛才 man function的時候 co function的時候 那我這邊也是丟10嘛 所以呢 我這行執行完之後 我就把我的 System Clock 我把我的 System Clock設成 10MHz 這一行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System Tick Load System Tick Control System Tick Load System Tick Load 就是剛才講的嘛 技術值 技術值 我們剛才設多少 我們剛才給它 5個Million 5個Million 然後呢 我們是 10個MHz 所以是不是 我們就做 我們來計算嘛 所以它算完 一個Period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 5個Million下 所以我們算了 5個Million下 然後呢 我們乘上 那個我們的週期 對不對 週期就是 10Million分之1嘛 所以我們就得到 0.5秒 就是2分之1喔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好 我們Clock有了 然後我們的技術值也有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Timer 它就是算了 0.5秒之後 它會把Flag射成1 然後呢 會去 Call Timer的 Interrupt 這樣子 好 當然你要Call Timer Interrupt的話 你要做 相對應的設定嘛 要做相對應的設定 那它做了什麼設定呢 我們就來看喔 這邊啊 如果同學 我覺得 不太知道說 我要怎麼找這些值 因為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 你搞不清楚 它是誰的東西 這個其實 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這樣子寫 表示它都先幫你設定好了 所以 比如說我們要找 好 System Tick Ctrl Clock Source Position 好 System Tick Ctrl Clock Position 因為我在我的方選裡面看到了嘛 我不知道它是誰嘛 System Tick Ctrl Clock Source Position 好 那你滑一下你會看到 它是2 它就是2u喔 你可以滑一下看一下 好 那如果說 我想要知道它在哪裡設定的 那我就 給它按一個右鍵 按一個右鍵 然後呢 出現這個之後 我給它 Open Declaration 它就會自動的去幫你找到這個 就是教大家一個小技巧啊 然後我自己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我可以去trace 說這些東西的設定是在哪裡 反正說 噢 這個是 那個它直接 就是Arm的這個 直接附給你的 Core CM4.h 然後它是2u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呢 我這邊先幫大家找好了 也幫大家算好了 就是 所以這邊是2u嘛 E Shift 2u 是不是就是 BX啦 0100 然後呢 這邊是1u 這邊是0u 所以我Shift完 會變成這樣子 BX0010 還有BX0001 這樣 好 然後呢 或等於就是把它寫進去 寫進這裡面去 好 那寫進這裡面是什麼 表示說 這個其實我們這三行 執行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就是把 Syscentric controller 這個的 bit0 bit1 還有bit2 都寫成1嘛 對不對 這三行 都在做這件事情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其實剛才跟大家介紹過了 這個 bit0寫成1 bit1寫成1 bit1寫成1 bit2寫成1 就是都把它寫成1嘛 都把它寫成1的意義 也介紹過啦 剛剛也介紹過啦 就是 設成 Clocker 我要用Processor Clock 然後呢 就是內定的 System Clock 然後呢 我要這個Exception Request 所以我要讓Interrupt發生 然後呢 我要去讀我的load的值 我剛才設定好 5個million的load的值 而且我要開始counting 就這樣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幫大家找了啦 然後其實大家也可以自己找 那所以你看 這是CM Clock Count Flag Position 然後Position 對 反正都幫大家找好了 那這是Flag Position Count Flag Position是16u 好 為什麼是16u 這邊是16u嘛 對不對 所以 OK啦 所以Count Flag Position 就是我就是 1要shift16u的時候 我就會找到它嘛 好 所以 我們再回到這裡 我們這邊執行完了之後啊 我就load也設定好了 然後呢 我的timer也設定好了 就都設定好了 它就開始run了 它會怎麼樣 每隔0.5秒 送一個timer的 interrupt的Exception的Request出來 這樣 它是internal的 內部的這樣 好 到目前為止啊 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的是 就是這一個 我們設好了Frequency Sync Clock Frequency 我們設好了 Time Interrupt 也就表示說 我們可以開始使用 這個System Tick的 Handler Function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 Handler Function 這個啟動了 開始計時了 這個System Tick的 Handler Function啊 如果你稍微再回想一下 我們的Main Function裡面 你沒有看到它 對不對 你在Main Function裡面 沒有看到它 那 原因就如同 我們上一節課 跟大家講了一大串啊 因為它就是一個 你不知道 Main Function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等到 這一個Exception的 Interrupt Event 發生的時候 當那個時間點發生的時候 它才會跑過來 中斷我正在執行的Main Function 然後去執行這個Function 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是 比較有一點超出 同學之前所學的 如果之前沒有碰過的話 但是請大家就是 記得這件事情 反正你只要記得 我這件設定好了之後 然後呢 就是時間到了 它自己 因為我們是Timer 時間到了 它就會去Call這個Function 然後去執行你想要它幹嘛 這樣子 好 那要留意的事情是 這是我們在那個 我們想要 就是寫下Function的時候 是我們要在 headify裡面標明嘛 寫在Man裡面 前面就先不用先定義嘛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採取第二個做法 就是或是你看那個 你的code 我們會先在 man.c裡面 先把這個Function 裡面的內容先寫好 我們會先在 man.c裡面 先寫好這個內容 然後再開始 就是先把它定義清楚 然後呢 我們再執行我們的 Man Function這樣 這樣會比較簡單 然後呢 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其實這邊又是 再重複一次 就是man執行的時候呢 我的Handler就會去Listen Listen說 到底這個Interrupt 是不是有發生的 那當它一發生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看 就是我就會去執行這個 Systemtick的Handler Function 所以你在man Function裡面 你看不到它 看不到 那另外有一個 要提醒大家的是 Handler Function啊 它是 特殊的Function 你不可以自己給它取一個名字 比如說 Systemtick NCT 沒有齁 你這樣寫它不會理你 絕對不會動 所以你要照它的名字就是這樣 然後呢 你要是好奇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找 它這個東西其實在 那個 點H檔裡面 就是在按付給你的點H檔裡面 它其實有幫你定義了 對 所以這是一個特殊的方選 名字就是要照它取的 這樣子取就對了 不可以亂取這樣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設定完了 我們就是那個 TimeInterrupt開始Run了 然後呢 RunRunRun Run到0.5秒到了時候呢 我就Call它嘛 然後 Call它的時候其實 我裡面做了什麼 我裡面做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我先Check說 你是不是真的數滿了 是不是真的數滿了 所以你看喔 IfSystemtickControl N的SystemtickControlCounterFlagMask 好 SystemtickControlCounterFlagMask 是什麼 剛才有查給大家啦 SystemtickControlCounterFlagMask 它是E Shift16 它是E Shift16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BX0001 後面16個0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哪裡 它就是這一個嘛 16嘛 你也不用算啦 它就是16嘛 直接看就知道 它是16 因為它後面就是16個0 好 所以我們這邊做的 什麼事情就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16 bit16那個東西 取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取出來 跟它做end 如果它是1的話 1end1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1 對不對 0end1就是0 所以當它是0的時候 它就不成立 不成立我就不做這件事情 那當它是1的時候 它就成立 成立我就做這件事情 好 那它什麼時候會是1 我Flag會是1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我的timer數滿 就是我經過0.5秒的時候 所以呢 我就經過0.5秒的時候 它變成1 所以我就執行它 好 執行這是什麼 Toggle Output LED GPIO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的LED如果是1的時候 把它射成0 0射成1 那每經過0.5秒 就把它從0射成1 把1射成0 所以你就會看到什麼 你就會看到每經過0.5秒的 LED的閃爍 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Toggle很簡單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 Systentic Handler 它裡面只做這件事情 就是讓LED閃爍 很容易理解 好 那我們Systentic Handler Function 就講完了 所以我們這個Lab 最終的部分就講完了 我們做了設定 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 Systentic Handler Function 那你在Handler Function裡面 就是看你要做什麼 對就這樣 這地方是最重要的 好那其他的部分就簡單了 Toggle Output 就是0的話就把它射0 然後1的話就把它射1這樣子 對然後 反覆反覆反覆 然後它那個PIN角就會 閃爍閃爍閃爍 就很簡單 好 那System Clock Complete 剛才跟大家講 這就是設定我們的System Clock 對那 忘記的同學回去看上上週的內容 好 那我們Lab 6.1就講完了 關於Lab 6.1的作業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按按鍵的時候呢 你現在不是開關它 你現在是改變你的那個 LED的閃爍頻率 然後不要用更改Clock Rate的方式 那只剩一個方式嘛 改Lode值嘛 改一改 讓它變成這樣子閃爍 就好了 其實很簡單啦 大概就改一兩行程式 就可以搞定東西 好那到目前為止 到這邊 我們把Timer的Interrupt 介紹完了 我們繼續介紹下一個 外部的那個Interrupt 那Timer的Interrupt 那Timer的Interrupt的話 反正它都是內部的 可是External的話 我們要設定外部的訊號源嘛 好 然後 所以 外部的訊號源是什麼 外部的訊號源其實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Pin角啊 所以我們Pin角上面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會 Rising Edge 或者是Falling Edge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讀進來 這樣 我們會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有很多Pin角嘛 每一個Port有16根Pin角 然後呢 我們又有16個Port 所以 當然我們不可能每一根Pin角 都把它設成 Interrupt的訊號源啦 所以 我們第一個事情是 我們要選擇 Interrupt的Source 就是我們要把哪一根Pin角 當成是那個 Interrupt的Source 那 設定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 我們要選 選擇使用那個 Interrupt的Pin 就是 選擇完了之後 我們要允許它要使用 就是把它接上去 因為你沒接上去 它還是不會動嘛 你接上去之後它才會開始執行這樣 然後呢 你要決定說 你要用Falling Edge 還是Rising Edge 當作是你的 Interrupt Event的觸發 這樣 然後再來是那個 Interrupt Control 那就是MVIC 就是你要去控制它 說 我要Enable Interrupt 我要使用它 然後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 有需求有需求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優先序 這樣 那一般我們不會去改它的優先序 所以我們大概要設定的 就是 你要做 External External的Interrupt的話 你大概就是要設定這些功能這樣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要控制External Interrupt的話 我要設定哪些Register呢 好 一樣 第一個我們就 都要的 再來就是 一樣 同學對照著那個 slide 來看 一樣 就是我要先選擇 我要選擇哪一個Port 哪一個Pin 來當作是我的訊號員 選完了之後 我們有一個Mask 這個Mask是幹嘛 你要接上去 就是你要把Pin 我設定好的那根Pin 接到我的內部Interrupt的訊號員 把它接上去 不然它不會動 然後我要選擇我的Trigger的方式 我要用Rising Edge當Trigger 還是我要用Falling Edge當Trigger 我要選擇 好 那這個弄完之後其實 設定就結束了 你看也是很簡單 我只要設定1 2 3 4 我只要設定4個Register 而且這個還是本來就要設定的 我只要設定3個Register 我的External Interrupt 就設完了 然後呢 這個是 我當然要有一個Flag去讀取 所以當我的這個 Interrupt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就要把那個對應的Flag 標起來 表示說我有設定喔 然後你要開始去執行 External Interrupt的方式 這樣 所以我們要設定的 這個Register就這些 好 這個一樣啊 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了 那我們這邊再講一下 Rising Edge還有Falling Edge 那因為對於電腦來講呢 這種頻頻的訊號 或這種訊號 對它來講就是沒有變化 所以它也不知道說我要幹嘛 或者說我到底在這種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在什麼 我們會在電壓變化的那一瞬間 當作是Trigger來觸發事件 電壓變化的瞬間 就兩個啊 對不對 一個就是 上去的時候 這叫做Rising Edge 或者是Leading Edge 上去的時候 不然呢 就是當電壓從1變0的時候 這叫Falling Edge 對 大概就在這兩個瞬間 它就是一個瞬間這樣 所以我們會選 Either我們會選擇Rising Edge Or就是選擇Falling Edge 當作是我們的Trigger 就是觸發這樣 好 那這個呢 是它的那個電路架構圖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外來的 外來的訊號從這邊進來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Interrupt的事件出來 送進我們的那個Processor裡面 那當我一個外部的訊號進來的時候 Edge Detect Circuit 它就是偵測那個Rising Edge 還是Falling Edge的嘛 所以你看我這邊就選 Falling Edge還是Rising Edge的Trigger Selection 選起來 然後呢 選完之後 如果有觸發了 有觸發的話我就丟過來 那你看這邊 我丟過來這邊 Event Mask Register 好 如果我這邊是0的話 我這邊如果把它射成0的話 那會怎樣 我不管這邊有沒有觸發 我這邊永遠都是0嘛 我不管你啊 反正就是我沒有打開的意思啊 沒有打開 如果我這邊是1的話 那我這邊送出來的訊號 就會隨著這個 就是這個Rising Edge還是Falling Edge 有沒有發聲來送嘛 如果呢 我這邊是1 這邊是1的話 那有Rising Edge 或者是有Falling Edge的觸發的時候 它這邊就是1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那 它這邊就是0嘛 所以這邊過來就是0 這樣子 所以這是Mask的功用 Mask是1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送Rising Edge 或者是Falling Edge的訊號 Mask如果是0的時候 我這邊送什麼 它這邊出來都是0 就是擋住了這樣子 就不管你 這樣 這是Mask 好 那我這邊在送的時候呢 我在送的時候你再看就是 Pending Request Register 就是 欸好 反正就是我要把它存在這邊 存進去 存進去然後呢 我要送出來告訴 反正就是設成1啦 然後我interrupt就讀說 欸有沒有事件發生 有的話我就interrupt 那這邊如果Flag是0的話 那就沒有事情嘛 那1的時候就表示 欸我要去告訴我的Processor 我要執行interrupt的方式了 這樣 好所以就是 System Config 好 System Config其實 就是講過很多次 Managing the external interrupt in connection to the GPIOS 這樣子 就是在interrupt 一定是這樣子做的 好所以這個要連上 非常非常常要連上 所以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System Config Enable 就是Variable Clock 我們把Clock接上去這件事情 好 然後呢 Event就是這個 Exti啦 那你要設那個Falling Edge Righting Edge 然後還有就是Sermask 這樣 那這地方比較重要 我跟大家講就是 因為我們有 從PA、PB、PC 到PH 我們有這麼多個Port 但是呢 這個每個Port 它都有一根PIN0嘛 PA0、PB0、PC0 那這些裡面 你只能夠選一個 給你的那個Exti0 然後PA1、PB1、PC1 你只能夠選一個 選一根PIN 給Exti1 然後以下一樣 PA15、PB15、PC5 你只能夠選一個 當作是你的 interrupt的觸發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選 你要去選說 我要使用哪一個Port 的哪一個PIN 然後來當作是 我的interrupt的觸發這樣 那當然你可以選多一點 但是 這時候你就要用 不同的PIN角這樣子 就不可以說 這是我PA1、PB1、PC1 這樣子 你要怎麼選 你要選PB1、PB2、PB3 這樣子 然後呢 它的選擇的選法是這樣 就是 Exti-CR1 Exti-CR1 Exti-CR1的這個register 它裡面有存什麼 它裡面有存就是 Exti0、Exti1、TI2、TI3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代表PIN0 這個代表PIN1 這個代表PIN2 這個代表PIN3 然後呢 PIN0裡面呢 三個bit 所以你就可以選擇說 我是要PORTA的PIN0 還是PORTB的PIN0 還是PORTC的 還是PORTD的 這樣子 你看所以 0.0就是PORTA 001就是PORTB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選擇之後 好那所以PIN1 我就是要選PORTA的 還是PORTB的 還是PORTC的 PIN2 我就是要選PORTA的 還是PORTB的 還是PORTC的 這樣子 它是這樣選的 所以呢就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 就是它幫你定義的那個值啊 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 ESTICIR 它裡面存的是 ESTICIR 你看它這個array 對不對 ESTICIR 就是這個array裡面 ESTICIR裡面 它存的是 1 然後呢 ESTICIR 括號 1裡面存的是 ESTICIR 2 然後所以這邊存的是 4 就是它多了一個1 多了一個1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它array是從0開始 但它這個計算是從1開始 這樣子 對 你看它這邊是從1開始 但是我們array是從0開始存 所以0裡面存的是1這樣子 就是array0裡面存的是 CR1這樣子 對 然後那這個是mask interrupt的mask的register 好那我們剛才就是選好說 我的PIN1、PIN2、PIN3 就是要第幾個port來的嘛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是選擇說 我的PIN1、PIN2、PIN3 等等的呢 它要不要接mask 那如果你射成0的話 射成0會怎樣 不會動嘛對不對 射成1的話 我mask就是有接上 它才可以動 這樣 就是 It's not masked 表示接上了 好 那這邊呢 是選擇 選擇Rising Trigger還是Falling Trigger 這樣 那就是剛才講的嘛 就是你看你是要 就是從0變1的時候 還是要從1變0的時候 啟動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是Falling Trigger 好 那這個呢 是Exti PR1 好 那Exti PR1的話 它是什麼 大家還有印象嗎 它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它同時有兩個功用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那個PIF的這個bit Exti PR1的register裡面的 PIF的這個bit 所以呢 0就不管它嘛 這沒事 那如果它是1的話 selected trigger request occurred The bit is set when selected edge event arrives on the input line 然後呢 This bit is cleared by writing a 1 to the bit 這個地方要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我再唸一次 This bit is cleared by writing a 1 to the bit 好 這代表什麼 我寫1進去的時候 它會變成 對 它會變成0 也有點奇怪 但是它就這樣做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寫1進去的時候 它會變成0 然後呢 它什麼時候會變成1 它變成1的時候呢 是 is set when the selected edge event arrives 所以呢 看我是Falling Edge還是Rising Edge 反正就是我這個Rising Edge 或者是Falling Edge進來的時候呢 它會被設成1 當我寫 我程式碼 我刻意寫1進去的時候 它會變成0 很奇怪 它是這樣做的 所以特別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比較特別 它比較特別 這是Exti PR1的那個PIF的這個bit 好 那這邊就是一樣再看一下 所以呢 我們的 是Timer也有啦 然後Exti也有 它一樣就是會一個Exti的Type Define 然後呢 這個Type Define裡面 我們會用到就是這幾個 Mask Rising Edge、Falling Edge 然後呢當然PR1 對 就是偵測到 偵測到的時候 會變成1這樣子 有Falling Edge或Rising Edge進來的時候 好 其實我們就講完囉 是不是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External Interrupt的設定 其實蠻簡單的喔 我們只要選好PIN角 然後呢 把Mask拉上去 就是告訴這個Processor說 我就是要這幾個PIN角 我已經設定好了 而且呢 我要這幾個PIN角 當作是我的Interrupt的Signal Source 好 然後再加上這個 比較特別的這個Flag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當External Interrupt進來的時候 它會被設成1 我要把它清零的時候 我是程式碼刻意寫1進去的時候 它會被清零 就是我們的設定就結束了 那你會說 欸 可是我這樣子Interrupt的設定結束了 那可是我的Handler Function呢 我的Handler Function在哪裡 Handler Function我們等一下 在那個程式碼的範例裡面介紹 然後 這邊呢 算是 給大家帶一下 因為就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研究 對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不會想要去動它 對 因為何必給自己找麻煩 但是你是可以更改的 跟大家講的是你是可以更改的 好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 Interrupt的Function 它是有優先序的 對不對 女朋友的訊息 比朋友的訊息 要來得重要 安全氣囊的訊息 會比 那個顯示的訊息 要來得重要 所以呢 不同的Function 不同的Interrupt Function 它會有不同的重要性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優先序 那這個Table 其實是 電腦裡面 預設好的Table 所以你會看到 然後Priority越小 越小了 表示它越重要 表示它會 就是進來的時候 它會越優先執行 好 所以你看到這Priority-3 -3 reset 這一定最重要的嘛 我電腦壞掉的時候 我插進去 就是我插那個小孔 讓它重新跑嘛 這是reset 然後各式各樣的 然後你會看到我們的System Tick 在這邊 它的優先序是6 然後呢 External External Interrupt 它的優先序 大概在這裡 就是13到17 然後呢 ESTI0 ESTI0是什麼 所以就是Pin0 那是Port A還是B還是C的 我們要自己選嘛 那這是Ti1 Pin1的 Pin2的 Pin3的 這樣子 所以它的優先序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說 如果說那個 女朋友打來的 interrupt 外部的interrupt 還有朋友打來的interrupt 哪一個要設在這裡 女朋友的嘛對不對 朋友的 好放後面也沒關係啦 不重要 對所以放後面 這樣子 所以你在選擇你的Pin角的時候 你要留意這件事情 因為優先序高的 它會先執行 或者是它會中斷 原本正在執行的優先序 D的interrupt 這樣 那這邊就是 然後你要Enable它 這個Enable它的話 其實我們翻例程式有 所以你就是call一下就可以了 Enable 對 那你當然說 我就是覺得這樣子不好用啊 然後我可能就是有一些 interrupt它的優先序 我就想要讓它比較高啊 所以我想要調它的優先序 好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可以調優先序 對所以就是你要去call這個方式 那相關的東西 你就是去看那個CM4.h 或者是這個 Program Manual 21頁頁 裡面有一些東西 你去看一下 然後其實你是可以去設定 你的interrupt的優先序的 這是那個 Program Manual指令級 這邊 那你可能就看一下 那它其實 所以你的那個 NVIC 其實它就是負責 處理這些 interrupt的方式的 那比如優先序啊 然後 是不是要讓它 可以動啊 等等的 它就是這個代理人 所以 有些同學可以自己 在這邊多看一下 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進行的Lab 我們做最簡單的 就是我們 不去改這個優先序 不要給自己找麻煩 好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裡面 就有這些方式 你要Enable的話 就是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所以你就要去Enable它 那 那個 Pin3在這個地方 就是 Enable IRQ 所以你要Enable它 你要用Pin4的話 你要Enable它 那如果呢 你要用到 Pin5到Pin6的話 那 它就把它寫在一起了 你就要Enable它 就是 就是 Exti的Enable的 9到5這樣子 然後Enable IRQ 就是 10到15 那你可以去 code這些 function 你可以去 setPriority 你也可以玩玩看 這個setPriority的 function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些人可以 詳細研究 setPriority 然後Enable Enable的那個 function 那這個我們這邊都是 直接code它就好了 好 我們把那個 interrupt External Interrupt的 function 也介紹 完了 不是function啦 就是那個register 還有概念介紹完了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下一節課 跟大家介紹 那個 程式碼 然後 這個程式碼 External Interrupt是 沒有範例程式 要自己寫 當然我們比較重要的地方 我們會 就是 在這邊寫給大家 所以你們可以打打看 但是這部分基本上 就是要自己寫了 去上課 這部分的話是 我們有做過keypad的 對 我們有做過keypad的 然後就是顯示 顯示數字嘛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要做的第一個是 我們用那個 Timer Interrupt 去取代延遲的回圈 Timer Interrupt 去取代延遲的回圈 然後在那個 不同的 就是反正你 Timer Interrupt 每經過一個時間的時候呢 就是我更改 我的Scanned column 好那 Scanned column是什麼 原本我們在做 interrupt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子做 然後呢 我們藉由在不同的時間 在不同的時間下面 我們去 我們去那個提供一個 就是我們把它接到 Push and Pull Push and Pull的話 我們提供一個電壓嘛 提供一個電壓 所以呢 在時間點A的時候 是這個地方打開 這個地方打開的時候呢 我再去 輪流去掃 這幾個Pin角 這幾個Pin角 就是有沒有被按下去嘛 就是如果是這Pin角被按下去的話 那其實就是它嘛 因為這時候是它打開的 那我掃完了之後呢 下一個時間點 我把這個關上 把這個打開 然後 一樣去掃它這樣子 對 然後掃完了之後 再把這個關上 再開這個再去掃它 然後呢 再關上打開 再去掃它 對 這個是我的Voltage Output Voltage Output是這邊 然後我們要提供Voltage的時候呢 是不是 要提供Voltage的時候 我把它設成Push and Pull 會提供一個Power 然後呢 我們不提供Voltage 就是我把它關上的時候呢 我把它設成就是那個 Open Collector 對不對 因為Open Collector的話 它要吃外部的電 可是我們沒有接外部的電 所以它基本上 等於是沒接電這樣 對 這個是我們之前那個介紹過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Input的Read嘛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Keypad的練習就是 我們原本呢 是用一個Delay Function 用一個Delay Function 去做這個的切換嘛 時間到了我們就換下一個 時間到了換下一個 那我們現在我們不要了 我們用什麼呢 我們用 interrupt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是 Timer System Tick嘛 就是Timer Interrupt 每經過一個時間 我就切換它 就是把這個關掉 開它 把這個關掉開它 每經過的時間 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敢用Timer 來做一個精準的時間的切換 來切換不同的Voltage Supply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原本 我們沒有使用 那個External Interrupt嘛 我們一樣是設一個回圈 對不對 我們設一個回圈 然後呢一直去讀它們 一直去讀這幾個PIN角 然後看這幾個PIN角 有沒有被按下去 就是來決定說有沒有被按下去 然後來算出說 哪一個按鍵被按下去嘛 那我們現在把它換成 就是用External Interrupt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呢 用Timer Interrupt的 中段時間間隔0.1秒 System Tick Interrupt的話呢 是 就是我們設定好之後呢 就是Keypad的Row Colent就是Voltage的設定嘛 0.5秒 Keypad的Row的話呢 就是External Interrupt 然後來做外部的中段 然後做Negative Edge的Trigger 這樣 好那 讀完了之後 我們一樣嘛 我們就可以藉由 現在是哪一個Colent在運行 就是給電壓 然後呢 我讀到了哪一個Row 有按下去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16個鍵裡面 是哪一個被按下去的 所以邏輯這樣就是一樣的 就是功能上就是不一樣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你在 那個器材上面去做顯示 所以大概這個 複習過 好那所以這邊呢 這邊我們就正式的看到 這個Function的名字 這個不能改 再講一次 不能改 名稱不能改啊 System Tick Handler 然後還有 ESTI X IRQ Handler 那這個X就看 你要Row哪一個嗎 就是Pin3就是3 Pin4就是4這樣 好然後再來 那個標頭檔 然後Include 這沒什麼 那因為我們Timer 我們寫在Timer裡面這樣 好那 System Tick Handler的設定 我們知道了嗎 System Tick Interrupt 我們知道了 然後 但是我們裡面要做的事情 就會不太一樣啊 我們要去設定那個Pin角這樣子 設定Pin角有沒有給電壓 然後再來就是 IRQ Handler 這個是比較重要啦 我們等一下要特別解釋的 好 那這個就是一些設定啊 設定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那Main Function裡面啊 它做了什麼事情 Main Function 就這一頁 乾淨很乾淨 然後簡單明瞭 沒有了 就這一頁 好那Main Function它做了什麼 Initialize 7段嘛 Initialize Keypad嘛 然後呢它設定Timer的Interrupt 然後呢 設定就是Exti Setup 它設定完了之後啊 它就一個壞耳空迴圈開始跑了 就開始空轉了 然後就Return 0了 簡單明瞭 好那 這個我們看過嘛 10個MHz 然後呢 然後1萬 所以它就是每0.001秒的時候 它Check一次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System Tick Handler 因為它做了什麼 好那 這個東西提醒大家一下啊 就是你的那個Timer的設定 你要自己先去設定好 這是Timer Interrupt的設定 自己先設定好 然後呢 你才有辦法使用它 這地方就請大家自己寫了 那其實也不難啦 你就Copy之前的程式碼改一改就可以了 好 那假設你設定好了 那System Tick Handler 我開始Call它了 好那我做什麼事情 我做的事情就是 欸你看我再次的我來確認說 System Tick Control Count Flag Mask 當它被設成1的時候 其實就是經過0.001秒嘛 它被設成1的時候 它被設成1的時候就是經過0.001秒 好但是這個 Count Flag Mask 其實反正之前有帶大家找過了 所以應該也會找了啦 就自己找好不好 好就是看不懂的話 在那個上面按右鍵 然後F3就是Finder Declaration 那就知道說 喔這個地方其實我就是在確認說 它是不是System Tick Control的那個Flag 是不是被設成1了 表示說我真的經過0.01秒了 好 它經過了0.01秒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我要reset push 然後呢 set push reset就是把我現在的 把我現在的那個打開的column 把它設成0嘛對不對 我要關上啦 然後呢 我執行一次column加1 person4 所以就是去執行下一行了嘛 0變成1 1變成2 2變成3啦 然後4會變成0嘛對不對 這一行 就是我要往下一個column去執行了 所以它這邊就會加一個column 就是跳到下一個column去 然後到第三個column的時候 我會跳回第0個column 這樣子 然後呢 set push 把它打開 好那 set push是什麼 set push的話 就是把0寫進去 把0寫進去就變成是 那個push and pull push and pull就是 有運作提供電壓嘛 reset的話 就是把它設成open drain 或者是open collector 那這就是關上嘛 沒有提供電壓 對 所以 就是這個 關上 打開 然後這邊就是column的切換 然後呢 我每經過0.01秒 我的系統 就是我的processor 我會自動的來call 這個system tick的handler 來執行一次它 這樣 OK好 就簡單明瞭 結束了 我這樣子 我把那個timery driver設定完 我做這個 我就可以每0.01秒 我去切換我的column 這樣子 切換我提供voltage的column 好 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synth tick handler就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那個 exti setup function 好 exti setup function 它比較麻煩一點 它比較輕 因為我們剛才介紹嘛 所以你看喔 我們這邊在做什麼 select output bits 就是我要選擇說 我們要設哪幾根pin角啊 那我們這次啊 我們這次是選擇那個pin3,pin4,pin5 還有pin6 pin3,4,5,6 然後呢 我們回想一下 剛才其實 就是 exticr1 它就是 那個pin3啊 pin3在 exticr1裡面 你看這邊 exti3,pin3 ok齁 所以它在 pin3在exticr1裡面 pin4,pin5,pin6 在 exticr2裡面 ok齁 然後呢 我寫 001 我選B啊 我選Port B 當然你可以選其他的 沒問題 所以我把001 把001寫進 001 寫進這裡面就對了 001 001 001 所以我就把pin4,pin5,pin6 告訴它說 我要選擇Port B 這樣 然後呢 我這邊呢 我把001寫進這裡面 告訴它說 我要選擇Port B 所以我的PB3,PB4,PB5,PB6 就會被設定成 我的external interrupt source 這樣子 就設定完了 對,所以你看這邊 System Config 這個你就自己去找了 反正我最近已經幫你找好了 但是你不確定 讓你自己去找一下 所以 我 System Config 這個的Mask 它其實就是 0b011 shift12 shift12 然後反過來 這樣子 所以就是 清零啦 然後呢 0b0001 shift12 所以呢 其實就是把001寫進這邊 001寫進這邊 所以 這行做完之後呢 我就是把我的P 那個 PIN3 PIN3射程Port B OK齁 這邊是把PIN3射程Port B 這邊 也是一樣 eCICR1 好 那eCICR1裡面其實存的是 關係 因為它是array 再講一次它是array 所以 array0裡面存的是 cr1 array1裡面存的是 cr2 對 因為它是array的關係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把 eCICR2裡面的 PIN4 然後呢 這個 eCICR2 eCICR4 就是 0b0001 shift0 所以就是把 001寫進 eCICR2 那在array裡面是1 所以就把它寫進 eCICR2裡面 那把 001寫進 eCICR2裡面 eCICR2裡面 它就會是 001寫進 eCICR2裡面 所以它就會被設定成是 PB的這個Port 這樣 然後呢 是PIN4 所以我們就是把 PB4 設成那個 我們的 interrupt的signal source 這樣 然後那以下 就不再贅述 eCICR2 001寫進去 所以這是PB5 eCICR2 然後呢 第六個PIN 所以就是 PB6 這個是PB5 這樣子 謝謝你 這是個好問題 然後我這邊 我沒有講清楚 就是 因為 eCICR2的 eCICR5 Position 它其實 它這個值是多少 它這值其實是 4喔 其實是4喔 對不對 那我們看是不是 我要找一下 好我們舉這個 以這個為例 eCICR2 eCICR2 eCICR5 找到了 你看 這個東西啊 你看 SYSCF GSTICR2 STI5 Position 它是4 然後呢 1STI5的Position 它是8 一個是4 一個是8 所以呢 這邊是 Shift4 然後呢 這邊呢 是Shift8 這邊我寫一下 這樣同學就會比較清楚 這邊是4 這邊是8 好 那所以 你看喔 ESTI5 就是ESTICR2的 ESTI5 Shift4 ESTI5 我Shift4 我是不是Shift到這邊 好 我在 這邊比較 反一點 但其實概念上是 簡單的 就是 我這邊是1 然後我剛才 帶大家找到了 這個是4 對不對 所以呢 我1 Shift4 它就是 10000 所以 那前面都是補0 前面都補0 所以 我是不是就是 10000 Shift4嘛 對不對 然後呢 001嘛 我前面補0嘛 所以 它是不是就是 我就是把 001寫進 這個裡面 001寫進裡面 是表示什麼 我要選擇PortB啊 選擇PortB 當作是我的 PIN5 的Port 這樣子 所以呢 我的PB5 就被設定成 我的External 的Interrupt的訊號源 這樣 好 那PIN6的位置在這邊 所以呢 我要Shift8 這樣 所以呢 我這邊呢 我要Shift8 對 所以這樣就 1 2 2 3 4 就4根PIN 我就把它設定完了 對那我這邊 就是我就是設定完了 設定完了就是 我就告訴他說 好我要選它 那我選完了之後 我把PB3 4 5 6 選完之後 那 我是不是要把Mask 接上去 把Mask 接上去它才會動嘛 所以 Mask 接上去 在這個地方 就是 Enable Interrupt 那這個概念上就簡單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bit而已 所以 Enable的就是 ESTICR3 反正就是 PIN3、PIN4、PIN5、PIN6 這四個bit 我把它設成什麼呢 設成 1 interrupt request from line x is not masked 表示 沒有被阻斷了 我接上去了 可以用 這樣子 把它設成1 所以你就看到這邊是怎麼樣 我分別要 Shift3、Shift4、Shift5、Shift6 我三個把bit寫進去 所以 這邊就是這樣子 我把0b、0001 我Shift3、Shift4、Shift5、Shift6 然後呢 我把它寫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 這樣子 所以我mask也接上了 對不對 好,mask也接上之後 我就設 它這邊就直接選出 好,我要Falling Edge 你要選Rising Edge也OK嘛 反正就是 這樣子嘛 所以 那Falling Edge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register 這是Falling Edge 那Falling Edge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樣是這四個bit 那我要 我要它Falling Edge的時候 我當作是有interrupt 我把它設成1 對 所以我就把1寫進去 那就OK了 它就會動 把1寫進去 所以一樣是Shift3、Shift4、Shift5、Shift6 然後就可以把1寫進去這樣子 那這邊其實都已經是寫好 反正不知道就回去查 所以這邊就是 0001、000 然後這邊是1000 這邊就是1 後面5個0這樣 1後面6個0 這樣 然後就把它寫進去就對了 然後呢 這邊很重要 Enable NVIC 剛才跟大家講的 你代理人 你要告訴他說 我代理人 我要Pin幾啊 就是我要Pin幾 我要Enable 所以你要注意喔 就是這幾個interrupt的 function interrupt function 我要使用喔 所以Enable 這些interrupt function request 這樣子你才能夠使用 Handler interrupt handler 這樣 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把External的interrupt 就是Pin角上面的interrupt 我們就設定完了 這邊呢 是選擇interrupt的Pin角 我要選誰 對 Pin3是哪一個Port Pin4是哪一個Port 這邊是開Mask 就是 我要用的 我要設成1把它接上去 然後呢 我要選擇用Falling Edge 然後呢 我要告訴他說我要用方選喔 所以那個MVIC 請幫我打開喔 這樣 這樣就設定完了喔 好然後 就這樣 這邊就是System Config Type Define 好然後 這是MVIC的Enable 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看喔 就是 他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Enable它 我可以使用它 好OK 到這邊為止 我們剛才把這個 ESTI Setup function 講完了 那這個ESTI Setup 是 是自己寫的 那其實你名字 你要怎麼設 你要怎麼取也沒有關係 反正 我就是去 Initialize 去Setup 我要使用的 ESTI的 這個 Interrupt的功能這樣 往下 那 好這個就是特別 function的 所以我給它標紅色的 ESTI IRQ Handler function 它特別特別是什麼 就是 這是我們講的啦 你前面這邊設定好了之後 它自己 而且你又Enable了嘛 你MVIC也Enable它了 所以 當你的Pin角上面發生了Falling Edge的時候 它就會去Call這個 function 對 然後呢 這個 function 你Man function裡面看不到 我們回去看一下Man function 對不對 我們有看到setting interrupt的setting Timer的interrupt的setting 我們有看到 External的interrupt的setting 我們沒有看到 SystemtickHandler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看到 ExtiX的Handler 對不對 因為呢 這個就是當 這兩個interrupt條件滿足的時候 它會自動去Code的 function 所以它就是等於是程式 Processor它自動 它先幫你設定好的 所以 它這個function name 再跟大家講一次 不可以亂取 你亂取的話 你就Call不到 你會Call不到 它就是specific的function specific function 那你看你的Pin 你用的是哪一根Pin Pin3就是這邊 X就要寫3 Pin4 X就要寫4 Pin5的話呢 它存放在那個 5到9那個function裡面 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 Exti3 它執行的就是 我Pin3的interrupt進來了 Exti4執行的是 我Pin4的interrupt進來了 好 那 56789它就放在一起了 就是這個Handler這樣子 所以呢 它這邊 again它做了一樣的事情 它做了什麼 我去檢查 檢查說 當我的 那個 Exti PR3的 Mask Mask是什麼 就是1嘛 就是把那個1 跟它去做End嘛 對不對 所以當我的 Exti PR1的那個bit 裡面的那個 Pin3的那個bit 是1的時候 表示 interrupt事件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interrupt事件進來的話 那 表示 Raw的按鍵有被按下去嘛 所以 我就去Call一個 Exti KeyPay的Handler 這個function 然後就是 反正去做相對應的 計算和顯示 這樣子 然後呢 比較重要的是這一行 Exti PR1 然後呢 我給它 等於 Exti PR1 的Mask 這代表什麼 代表 我把 E寫進去喔 對不對 因為這個Mask 我把這邊再找出來給大家 Exti PR1 我看大家好像有點困惑 Pi F3 Pi F3 所以你看這個 Exti PR1 Pi F3 Mask是什麼呢 是 0 0x 或是0b 0b 1 1 0 1 1 0 這樣可能會清楚一點 我們Write 0b 因為 反正就是這個啦 Exti PR1 Pi F3 Mask 它是 0b 0000 100 好 那 100 是誰 是它嘛 100是它 好 所以 如果呢 This bit is set When the selected edge Event arrives 就是我們設定一個 Falling Edge 它到這個Pi F3的時候呢 它會被什麼 arrive on the internal line 它會被射成是 1 所以呢 我們第一步是去檢查說 喔 它是被射成1了 欸 它真的被射成1了 表示我那個Raw真的被按下去了 所以呢 我去執行那個計算 好 那接下來 它要執行這個 這是什麼 Exti PR1 然後呢 我直接把1寫進去喔 這個是不是剛才跟大家講了 This bit is cleared by writing a 1 to a bit OK 就是 我把1寫進去 我把1寫進這裡面 然後呢 這個bit就被Clear了 它就被射成0了 這樣 OK 所以它又Ready for 下一次的Interrupted Event 這樣 你下次又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1嘛 這樣 它比較特別一點啦 它是這樣設定的 好 所以就是這個PIN3的IRQHandler就結束了 那PIN4的也是一樣 PIN5的 然後PIN6的也是一樣 對 那只是說我PIN4的話 我Call的是一樣的Function 然後呢 表示說我按下去的是 D0個Raw 按下去的是第一個Raw 按下去的是第二個Raw 按下去的是第三個Raw 按下去的是第三個Raw OK 那這邊 之前其實也有同學在問 他說 這邊有一個Handler 那它這也是一個 特別的Interrupted Handler嗎 不是 它這個是剛好寫這個 範例程式的同學 它剛好取名叫做Handler 但它不是 它不是我們那個 Interrupted要Call的方式 這個請大家留意 所以你這邊 這個名字你 只要你全部的設定 宣告什麼都一致的話 你要改成其他的名字 是OK的 就是再提醒來一次 唯2名字不能亂改的 就是SystemTickHandler 還有EstiXIRQHandler 這兩個 就是特別的Interrupted 名字不能亂改 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 就是重點都講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KeypadHandler做了什麼事情 Keypad 因為它Call那個KeypadHandler KeypadHandler的話 就是 我們就丟 反正丟0123進去 然後就是 我就去讀嘛 然後我也去算說 就是好 NowKey 就是因為我這邊是Raw嘛 那我當然知道說 我Column是 我現在是開哪一個Column嘛 那我的Column跟Raw 我交集在一起 我就知道說 我按的是哪一個按鍵嘛 反正就是我去看那個 Raw跟Column 是哪一個交集 反正我去算一下 那這邊是做那個 就是做一個 讀取這樣子 一個簡單的讀取 然後看說 我是不是真的有按下去 我是真的有按下去 然後那個 按到的話 反正我就是 Display 就是我就顯示 好那顯示什麼值 反正就看你按下去是什麼值 它就會顯示出來這樣子 對 好那這個 剛才也介紹過了 我們這算是複習啦 就是Timer裡面的那個 interrupt的設定 好 我們也講完了 External Interrupt OK齁 好它這邊真的 稍微比較特殊一點 然後有一些設定是 相較於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習慣的設定 又稍微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就是消化一下 但是它其實真的不難 因為你的External Interrupt 要用到的Register 基本的 當然它會很多很多 額外的功能 你可以再去找 但是你基本的話 你只要設定 講義裡面這幾個 大概就四五個Register 設定好 就OK了 Timer的Interrupt也是一樣 你設定好四五個 那個Register 就可以使用了 對 概念上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你看你這個設定好之後 其實你會很開心 因為你看我們這個man function 寫出來都非常乾淨 好所以我們Lab 6.24要請大家自己寫的 那剛才講的這些就是 讓大家比較有概念說 我要怎麼自己寫 對 裡面可能會有錯 所以要自己想辦法解決這樣 那假設呢 你的Timer Interrupt搞定了 然後呢 External Interrupt搞定了 好那 我們可以開始做一個真的 你看很有用喔 你看這鬧鐘嘛 我們平常那個鬧鐘 一個大概 一兩百塊嘛對不對 就是你現在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你要用到什麼 你要用到Timer嘛 你要用到Timer 然後你要去做一個設定 利用Season Tick Timer User Button 和喇叭設計一個簡單的鬧鐘 所以你要用到喇叭 Speaker 我們也教大家怎麼用喇叭了 然後User Button User Button就是那個欄鍵 然後Season Tick Timer 然後呢 你要自己輸入 你要自己用Keypad 輸入你的鬧鐘 就是看你要倒數多少時間這樣子 比如說 3秒啊4秒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倒數這樣子 然後數完之後呢 就是你的那個 倒數計時的這個功能 你現在 因為我們會了Timer 所以你要用Season Tick Timer 做一個精確的時間控制 去做倒數 然後你要用七段顯示器 去顯示這個倒數的時間秒數 然後到了之後呢 你喇叭就會叫 好 就這樣 然後User Button就是那個嘛 External Interrupt這樣子 然後你開始計時的時候 那個Keypad就關上了 因為它就不會有作用了這樣子 這個鬧鐘其實算是一個review啊 如果你鬧鐘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表示我們之前教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我們大概之前教的東西 你都用上了 寫出來就表示你全面東西都會了 那其實就差不多打完收工了 對 就是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 最基本的功能你都會使用了 對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囉